我最記得在九零年代開始成立的中原精英會 中原約10%至15%成績好的同事 他們一起做兩件事 第一是身火相傳 第二是培育群英 將自己學到的東西傳授下去 接觸外面不同專業界別的時候 接觸到社區 可能他們不是和你說房地產保險 可能是社工 甚至乎他們帶出了一個信息 社會一些基層人士 或者某一些少數的團體 這些朋友是否值得幫助 精英會就開始想 亦都開始了他們的社會築目 2005年中原慈善基金成立 即是有了一個框架定了一個目標 公司的負責人 又跟著有些理念 扶貧交學 後期還有醫療 就跟著這些理念去做 總園本身內部 因為員工多 我們這麼多年都有搞過一些運動日 我們去南華會搞過水運會 我們又預訂過灣仔運動場 做過一些運動日 都是因緣制如 因為730找我們 說有一個自善跑嘉年華 跑步以前我們都搞過 但就好像730那樣 就是說找一個場地 那麼有系統 甚至乎如果跑的理數達到某一個標準 很可能是可以被視為在田種裡有一個紀錄 這些都是很吸引一些業餘 或者甚至乎一些職業跑壽 我們試一下 大家還有一個心意 就是說每一次搞嘉年華之前 我們都會想 看看籌了款項 是今年的受惠機構 應該是哪一間 變成受惠機構也有些人來 一起參與 過去一兩年 我們也籌了款項給萬人輔導會 萬人輔導會亦都有一些視像人士 或者有些是他的朋友 有時視像人士都會落場跑 他有些陪跑員 所以在整件事裏面 不是說中原730向著5K10機跑 而且還在那天裏面做了 有很多項目是相見共融的 就有一個很明顯 我預計不到 做了一個起動 就是本身人的關係 人的關係 我沒想到我們國內的同事 都會組織二百多人 在一早上乘早車 一早到會場熱身 跟香港的同事大家打成一片 所以給我一個感動 就是他們願意早上一早下來 去參與慈善炮活動 跟香港人的同事一齊 中原慈善炮加聯華 讓他們有得跑 有得扮鬼扮馬 可以 完了之後 吃點東西 我們中原又跟其他730的朋友 就設立好多時間 讓他們在時間裏面 可以玩遊戲 這個這樣 我想可能都已經令到各方面 都得著了 透過整個慈善項目 就變成多樣性一點 大家都在那天裏面 應該都玩得多開心 大家好 我是中原慈善基金主席 王偉雄 中原慈善炮加聯華 2019 已經開始接受報名了 我們將會在明年1月6日舉行 快點來報名吧 到 regularніiberal 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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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